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能够解决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有关罪的问题 并且得到神所赐最宝贵的救恩 在话语开始之前 请暂时关闭手机 用手机听话语的例外 请提前使用洗手间 话语开始之后 请保持安静 以免影响到其他人 各国教会在听话语期间 请遵守当地的防疫政策 请佩戴好口罩 今天的第六篇话语 也是由德国科隆教会主任牧师 王空牧师代言神的话语 在话语之前 由韩国首尔中央教会 中国宣教部精心准备的赞美 赞美过后 由王空牧师祷告 开始今天的聚会 主宝学 吸尽了我的嘴 主宝学 主宝学 是我领的自由 宝座前 献上我的敬拜赞美 将我生命所有献给我的主 主的手 为了我流出宝雪 主的脚 为我被钉在石墙上 现在我 或者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要担当为了主耶稣而活 我的手与主的手 同顶石墙 我的脚与主的脚 同顶石墙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永永远远 单单为主而活 我的手与主的手 同顶石墙 我的脚与主的脚 同顶石墙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永永远远 单单为主而活 单单为主而活 主的手 为了我流出宝雪 主的脚 为了我被钉在石墙上 现在我 或者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要担当为了我被钉在石墙上 我的脚与主的手 同顶石墙 我的脚与主的脚 同顶石墙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基督同复活 永永远远远远 担当为主而活 我的手与主的手同定是脚 我的脚也与主的脚同定是脚 如今我与主同死 也愿与企图同复活 永永远远淡淡为主而活 淡淡为主而活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还有也来到我们当中的目道友朋友们 欢迎你们 今天是我们第六次的传道集会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开始今天话语的时间 爱者们的神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 让我们来到神你的福音面前 也求神引导我们的心 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 让我们看到神你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神 你如何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 让我们来到神 你永远的生命当中 真的求神 神联名我们每一个可怜的灵魂 在你面前都能够明白 这样宝贵的福音 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祷告 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以弗所书一章的第七节 这里说到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出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 神拯救的主 如果您从第一讲到第五讲都听了的话 应对神的存在 应该有了很多的认识 并且在第五次内容当中 你也看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第五讲的时候 说到我们都需要认识这样一位神 我们每次都有这样一个词 第一次我们说是理解 我们需要去理解神的真实 我们之后需要去建立与祂的关系 因为祂是生命的主 然后这样一个关系还需要彼此信任 而这样一个信任 是因着神话语的信实 祂说了这样的话语 那就成就 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话语 有这样一个信任 另外圣经里面也说到了 耶稣基督祂还要再来 让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 需要有一个仰望 这也是我们可以说 将要看到的事情 耶稣基督再来 这样一个预兆呢 其实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当中 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而上一次讲呢 我们说到了 我们需要去认识这样一位神 大家记得上次内容 真的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 可以说因着这样一个罪 我们都只能面对永远的审判 永远的审判之后呢 去到永远的刑法当中 这是我们上次去说到的 而这样一个罪 其实就如同我们人的病一样 而当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病之后 有病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方法 去医治它 而今天呢 我们就要去学习 神如何医治我们 而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有个字啊 爱 我们今天要认识这样一个字 认识这样一个字 神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需要认识神是爱 今天呢 可以说我们去学习神的另外一个侧面 就是爱的侧面 上面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神是公义的神 任何的罪人呢 在神面前都要受审判 这可以说神公义的一面 如果我们只看到了神公义的一面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被神太严厉了 我们哪怕杀个小谎 在神面前也是罪 而这样一个神既然这么严厉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他 而其实呢 我们的神呢 不光有公义的一面 他有爱的一面啊 而今天呢 希望神呢 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真的认识神就是爱 而当我们认识他的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爱他 也可以更多的去理解他 也可以说进入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啊 有更多的最后呢 也会更深的去爱神 而这样一种 可以说这样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 在《撒摩尔记下》的第十二章 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撒摩尔记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 说到耶和华差遣拿丹去见大卫 拿丹到了大卫那里 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许多羊群牛群 牛群羊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 别无所有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 是他所吃的 喝他所喝的 睡在他怀中 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 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 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 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事 行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就你脱离扫罗的手 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大卫的故事 今天我们仔细来去看大卫的故事 大卫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的内容 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我们看借着大卫的这样一个诗篇内容看到了 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 五十一篇第三节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借着这句话 我们看到了我们人 从出生就有一个罪行 而大卫如何去认识他的罪行呢 其实也是因为他确实犯了罪 他在神面前 被高虑为王 神也拯救他脱离扫罗 追杀他的手 而当他成为王之后 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女人 席玉 他就喜欢上这个女人之后 就与这个女子 八十八行营 但这个女子 她是有丈夫的 她丈夫叫乌利亚 而大卫与这个女子行营之后 这个女子怀孕了 为了遮盖这样一件丑事 大卫就让他的将军约亚 在战场上借着亚门人的刀 去杀了乌利亚 而乌利亚死去之后 大卫也娶了八十八 为自己的妻子 名正言顺地接到了自己宫里 而当他这样做完之后 他以为没事了 但是神借着拿单先知 去谴责他 神让拿单先知 到了大卫那里 先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说有这样一个富户和穷人 而这个富户虽然有很多了 但是他还抢夺了穷人 最后的一只羊 然后大卫说什么 大卫说行这事的人该死 并且他要偿还羊羔的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 大卫本身他自己 可以说在犯这个罪以前 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记录当中 我们看不到有罪的一个人 当然他也有罪 只是圣经里面没有记录到他的罪行 而在他看来 他去审判别人的时候 说得非常非常的一正言辞 他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富人 确实很恶 而他判断这个人的时候 也可以说是按照神的律法 去判断的 必偿还四倍 这是神在律法书当中 所规定好的 而大卫是懂得神的律法的一个人 而当大卫去判断别人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 他忘了 其实他是一个罪人 他行了剑影 他杀了人 他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 而当他审判这个人的时候 神接着南丹天先告诉他说 你就是那人 当我们上次听 上次内容的时候 我们讲到罪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不是还有人觉得 这个所有的罪都是别人去做的 我在神面前没有问题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么想 大家知道吗 即使在我们周围所做的所有基督徒 即使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 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罪人 我们在神面前都犯了罪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我们在罪面前 不要去审判别人 其实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像大卫他去审判 他以为他可以审判别人 但其实他恰恰是应该被审判的那一个人 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 不需要被审判 我们觉得我们是公义的 小心了 神可能会指责我们说 你就是那人 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 传道书的第七章的二十节说什么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这句话是非常清晰地在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可能做过善事 但是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就是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义的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犯过罪 而当我们去真的看神 这样一个完全的律法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真的这样一句话是真理 而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我们接受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也将受到这样的审判 我们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说应该不会吧 圣经里边还有另外一句真理说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没有人去否定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大家知道吗 我们看不到的死亡的背后 不是结局 不是一个句号 是一个审判在等着我们所有的人 而这样一个审判之后呢 才真正开始我们永远一个生命的 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会永远的与神同在 或者呢 永远的远离神的恩惠 神的慈爱 就是那地狱的心法 我们只有这两个可能 我们要不属神 要不不属神 没有一个人说 我可以数 我可以不属 我站中间 我们中国人经常有这种奇强的 我不是很坏的人 但我也不是那么好的人 我就是比较中间的人 但是在圣经里边 神说只有两种人 其实都在神面前 都只有可以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罪人 一种是义人 而罪人呢 他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审判之后呢 就应该是要去到地狱当中 而我们真的要相信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不是说我们拒绝他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是在圣经里边清晰的启示 我们重要的这样一个真理 而在启示录的21章的第八节 写到了这样一个审判 我们简单去看的话 这样一个审判呢 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可争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里说到第二次的死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第一次死 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肉体的死亡 而肉体死亡之后呢 人还可能会经历第二次的死 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啊 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壶 这样一个地狱的刑罚呢 就是我们第二次的死 而什么人要进到地狱里呢 这里说的 没有胆怯的 什么是胆怯的 胆怯的人呢 不是说生性胆小的人 谨慎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胆怯的人呢 是在神面前看到了 神是公义的 而我是有罪的 那这样的人呢 因着这样一个罪而有的惧怕 让他成为胆怯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如果听到前五讲啊 听到现在 听完了以后 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胆怯的人 这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 因为神是公义的 而我是一个有罪的罪人 而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胆怯的话 是正常的 但即使一个人相信神 他也不一定要去天国啊 一个人说 我都相信神是公义的话 那么就可以去天国吗 不是啊 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说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只是相信神的存在的话 我们的罪 如果不被解决的话 我们的罪的问题 这个疾病 如果不被医治的话 我们在神面前 还是要成为胆怯的人 有很多人呢 来到教会里 甚至在教会当中啊 可能不是在我们的教会啊 可能在很多 在世上有很多的教会啊 在一些教会里边呢 已经成为基督徒啊 好久了 已经可能从出生就在教会里啊 一直在教会里长大 但是说到神存在吗 神存在 没有问题啊 说到 你的罪呢 你有罪吗 我有罪 因为罪要受审判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这样的人啊 他们相信神 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罪 但是呢 他们期望 期望神呢 不那么严格的去审判他 他们甚至觉得 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我死了以后 我就知道 我能不能去天国了 这样的人呢 真的要仔细听啊 其实您就是那样 胆怯的人 如果您心里在 惧怕神的审判 惧怕神的刑法的话 今天一定要 把耳朵竖起来啊 可能我们 很多时候会 被一些东西 给吸引 我们的注意力 但今天的内容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前面的内容呢 不听的话 尤其第一讲到第四讲 不听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存在 也看到自己罪人 只要听今天的内容就够了 而这样的内容呢 在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要去到地狱里啊 起初二十一章第八 就是说 胆怯的人要去到地狱里 而不信的人 有些人说 我相信神 那反而要被审判去地狱 那我不信了 那信还有什么用处呢 好像我只能 受到审判一样 那我不信了 而如果不信的话 能脱离这样一个刑法吗 不信也得脱离这样一个刑法 一个小偷 他不相信有警察 被抓住以后 要不要面对审判啊 也是要一样 面对这样审判的 另外呢 还有可真的杀人的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我们只读最后的话 就知道一切说谎话的 这样的谎言呢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犯罪的人 这样一个谎言呢 也证明我们这样一个罪人的身份 而这样一个谎言呢 也会成为我们去地狱的 这样一个原因 大家知道吗 一个人呢 没有不说谎的 如果这样去说的话 其实所有的人呢 其实呢 都相当于 被神定义成 本该进入到地狱的 这样的罪人 摩马书十一章的第三章二节说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 不顺服之中 特要 特意要连续众人 大家知道神 为什么要把什么 所有人都圈在 这样一个不顺服当中吗 其实呢 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呢 得到他的连续 其实我们所有都是罪人 这是神 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 他愿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我们这样一个罪人的状态 然后呢 我才能真正地明白 神的怜悯 人明白神为什么是爱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 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 他也不知道 神的爱到底有多大 他也不能真正认识神的爱 所以一个人呢 也一定先要明白 我们是个罪人呢 才能够真正理解福音的意义 我们之前呢 说到十诫命 这十个诫命 大家还记得啊 这十个诫命听完了以后 很多人说 神的要求太高了 很多人听完了会说 哇 信神太难了啊 这些哪能都做得到啊 做不到 我们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边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牧师也都做不到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清楚的 十诫命呢 他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有问题 我们需要去认识神 需要 我们需要看到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 这样一个 有罪的人 如何 如何能够真正 明白神的爱呢 需要通过律法 我们需要先认识律法 然后会看到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罪人 而神 给我们律法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啊 神给我们律法的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啊 我们 都是罪人 律法的 这样一个 本质上的意义呢 就是要让我们人知罪 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七节 写到这样的话 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七节 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律法 我们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律法的目的呢 其实呢 就是让我们去看到 我们有问题 律法呢 其实呢 就是定义 定义我们生活当中 哪些是违背了神的标准 不可起贪心的是神的标准 而当我们起贪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律法 所以律法呢 如同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所记录了 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 这里说到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所有的人呢 都需要被 可以说 经着律法呢 都服在了神的审判之下 而没有一个人呢 可以在神面前守这样的律法 因为神呢 让我们借着律法 看到我们的罪 如同一个人呢 照镜子 大家时常照镜子 照镜子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到底脸上哪里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脸上脏的话 看到有污秽的话 镜子能让我们变干净吗 镜子它只是一个标准呢 或者只是让我们去发现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啊 镜子本身呢 不能让我们变干净 我们需要去找水啊 去洗掉它 所以呢 镜子的或者是叫律法的目的呢 不是让我们去守的 所以呢 即使它很严格 但呢 律法呢 其实呢 只是神公义的这样一个标准 没有人呢 可以完全遵守 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这样的律法 因为就这样一个标准呢 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法律 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律 大家大家知道吗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啊 是这个国家对公民的最低的一个要求 不是最高要求啊 不是中间的要求 是最低的一个要求啊 这样一个律法呢 法律呢 我们世上的法律呢 都是最基本要求我们要去遵守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说 我没有犯过罪 因为我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 为什么没有违反过法律啊 因为这个法律要求很低 你必须得做了这个事情 并且有人证物证 甚至呢 我就跟你说 这个所做的事情必须说 偷抢杀人 这所有的外在的一些行为 已经伤害到别人的一些行为呢 神这样的法律呢 在规定人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这只是人一个最基本 最少的这样一个要求 但是如果去来到神面前的话 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样一个高的要求呢 其实呢 是没有人去遵守的 而借着这样一个高的要求 让我们去看到神的公义啊 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 说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 凡以律法为本的 本是被诅咒的 因为经上记者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诅咒 这在说什么 有一些人呢 想要按照律法去生活 他想要借着守律法呢 去天国 这样的人呢 小心了 这样的人是被诅咒的 为什么一个人呢 需要常照律法之上 所记之事去行 并且呢 说所有的事情 他要无时无刻 不遵守所有律法的要求 难不难 这样的人真是被诅咒的 心里边 脑子里边 嘴上 我们所有地方都需要被捆起来 想一想 我们心里边稍微有点想法 就只能去地狱了 这样一个 想要守律法 这样一个心态是不对的 可能又有一些基督徒说 那我们要不要守律法 有些人呢 可能说在 一些在教会里边 已经待了很久了 习惯用这样律法的标准 去要求自己 对不对啊 这是好的啊 按照律法的标准去要求我们 我们想要这样去生活是好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现 我们不能完全遵守这一切 我们不能靠着守律法去天国 没有一个人呢 可以靠着说 律法呢 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义人 没有这样一个人 如同雅各苏的第二章第十节 所强调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呢 可以遵守 另外第三点呢 神为什么给我们律法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律法呢 引我们到基督面前 对不起啊 引了 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 如同加拉雅书的第三章 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所说到的 这样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性称义 因这 但这因性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就 我们从此就不在 师父的手下了 其实在清楚地告诉我们啊 律法呢 像一个迅蒙的师父 迅蒙的师父 就是启蒙的老师啊 这样一个启蒙的老师呢 不是真正的啊 不是说真正的老师 只是启蒙 帮我们去 有这样一个预备 最终呢 要让我们来到基督那里 基督呢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认识 我们需要在基督那里呢 知道什么是因性成义 而这样的律法呢 其实呢 是帮助我们的 而在之前呢 我们去学习 上次内容的时候 看到了 亚当夏娃呢 他们是第一个犯罪的人 他们是第一个犯罪的 因着他们的罪就入到了世界 而当他们自己犯了罪以后呢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呢 为自己编做裙子 他们想要去遮盖自己的罪 人呢 都习惯于啊 有了任何错误以后 不愿意被别人看到 也愿意想去遮盖 这是我们人的通病 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了 所以我们人呢 习惯去掩盖一些东西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想要干什么 借着一些善行呢 去弥补 好像我的恶 我的恶呢 借着一些好的行为呢 就可以得到偿还 这是我们单方面的这样一个以为啊 我们以为这样可以 但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如同一个人呢 杀了人啊 杀了人要干什么 不是说我去做几年义工就可以了啊 他要按照法律呢 需受审判 这个法律呢 因着他的罪要去审判他 而不是因为他之前 有没有做过好行为啊 有没有做过好的一些善事啊 跟这个善事没有关系 有些人说啊 那我就哪怕只做一个恶事件 就一定要 应该这样一个罪 受审判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 他做了五十年的好市民 好公民啊 五十年啊 什么做什么措施都没有做过啊 突然有一天 他去抢了银行 要不要因着抢银行的事情审判他 他就做了五十年的好的市民了 能不能通误一下 法官会怎么说啊 没有办法啊 不管他之前做了什么 这个事情 应该这样的罪要受审判 而罪呢 也会应该罪而审判 而一个这样当亚当夏娃 用自己的 想给自己编做裙子 用这个五花果 出一只啊 给自己编一个裙子之后呢 神先审判他们 审判他们之后呢 最后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啊 给他们穿上 这个皮衣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呀 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啊 我们之后会去讲 我们先留这样一个影子在这里啊 大家听的时候 一定要去最后明白 哦 这个皮衣代表什么 而在以色亚书六四章的六节说到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我 你所有人啊 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这样不洁净的人 我们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的好行为啊都不干净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的很多好行为呢 都是要不是为了遮掩什么 要不是为了自己的这样的荣耀 要不是呢是为了自己心情舒服一点啊 我们做的好多事情呢 其实呢都不能除掉我们的罪 而只是会让我们稍微舒服一点 我们的良心呢会让我们就 我们因着良心的谴责 我们做一些好像良心稍微舒服一点 但其实呢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我们的好行为呢不能遮盖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孽呢最终呢会被显露 并且呢好像风呢会把我们吹去 我们在罪面前呢或者说我们的罪呢 它是还在那里的 并且呢应该罪呢会最终把我们带到神的审判当中 而我们如何 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面前除掉我们的罪呢 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的 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面前除掉这样的罪呢 罪神是用什么方法去除罪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 不要用人的想法 不要老是把我们的想法放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 看看神是怎么除罪的 很多时候我们听福音我们听不明白 因为我们时常被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规范 世界上的一些想法给束缚 我们不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 神所要的是什么 有这样一个儿媳妇非常非常的孝敬 有一天呢 她的老 她的 她的婆婆 她丈夫的妈妈 已经年老了 但是呢有一天来拜访她 这个儿媳妇一看 这妈妈来了 得做点好吃的 做什么 买点牛排吧 牛排贵啊 去买了很多牛排回来 然后呢 煎的牛排 好好的呢 做好了以后还放了很多别的别的一些菜啊 放在那里 别的帮单 主要以牛排 主要以牛排为主啊 当老太太一看 哦 这个牛排 应该还是挺贵的 但是实在是吃不下 因为她牙口不好 牙实在是嚼不动了 所以呢 就吃了点别的蔬菜 而这个妻子 这个 这个女儿应该怎么反应啊 哦 这个妈妈 她不喜欢我吃 不喜欢我做的这个菜 是不喜欢我吗 还是应该去问问妈妈 你想吃什么 你为什么不吃这个菜呢 是不是我做的不合你的胃口啊 是不是啊 她是不是要问问妈妈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情啊 我们时常按着我们的想法 按着我们的一个标准 我们想讨好神 这错了 我们不能按着人的想法 而要去问问神 他怎么样去要求人 他如何给人去赎罪 或者在他看来 这个罪应该怎么去拿掉他 在圣经里边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到 按着律法 凡五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罪呢 要用血来洁净 或者说罪呢 要借着血流血呢 而得到赦免 所以呢 在圣经里边 神也给以色列人呢 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献祭去赎罪 在立位纪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到六节啊 我们看一个例子啊 立位纪的第五章的第五到六节 这里说到 他有了罪的时候 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并要因所犯的罪 把他的赎迁祭生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是一只羊羔 或是一只山羊 迁到耶华面前为赎罪祭 至于他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 立位纪呢 里边记录了很多神 去让以色列人去献祭的很多的规则 而这些献祭的规则当中呢 也去非常清楚地记录到了 一个人呢 如何要在神面前去赎罪 而这样一个赎罪呢 就是要带着这样一个羊羔呢 来到耶和华面前献为赎罪祭 在哪里啊 谁是哪里是耶和华面前啊 在会幕 如果要会幕呢 是神让以色列人 按照他的心意所建造的 这样一个场所 神呢 把制造会幕所有的细节呢 清楚地告诉了摩西 让摩西呢 按照他的心意呢 去建造了会幕 会幕的目的呢 就是让罪人的罪 可以得到赦免 让罪人呢 可以亲近神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的话 其实与神是隔绝的 但神呢 不愿意这样 神愿意让人来到他面前 所以呢 就让摩西呢 去预备这样一个会幕 在会幕当中呢 可以说为以色列人去赎罪 让人呢 可以来到神面前 而在会幕里边呢 以色列人呢 会有祭司啊 在这里呢 去杀牛或者杀羊呢 去为以色列人赎罪 这样一个老先生呢 他犯罪了 他知道自己有罪了 所以呢 他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呢 就带一只羊呢 来到祭司面前 而祭司为他祷告的时候啊 他身上的罪呢 要转到这个羊身上 而象征无罪的这个羊啊 他因着罪也变成了黑的 并且呢 这个羊呢 他之后要被杀 他的要流血啊 这样的 他的羊的死呢 就相当于代替了 这样一个罪人的死 这就叫代数法 整个圣经呢 核心的赎罪的方法呢 就是代数法 这是在圣经里边 神去赎罪 或者说神在给人去赎罪 所要求的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代数的 这样一个 有人呢 去代死啊 而藉着代数法呢 这样的罪呢 被可以得到赦免 在旧约里边呢 神让动物 让牛 让羊呢 代替人死 所以在旧约里边 能够看到 以色列人呢 从得到神的这样一个律法之后呢 就开始献牛 献羊 而在新约里边 什么是我们的 羔羊 或者说在新约里边 我们的代数法又是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 这里写到了 自约翰看见耶稣 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里呢 神呢 借着约翰 这是 施洗约翰 约翰 施洗约翰呢 看到耶稣的时候啊 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大家如果看到羔羊的话 可能我们不会有这样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反应 羊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用来吃的 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看到羔羊的时候啊 羔羊就是赎罪用的 或者羔羊呢 他最大的用处呢 时常对他们来说呢 就是这样一个赎罪的 这样一个代数的祭物 所以呢 一说到羔羊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知道 这是赎罪而用的 而耶稣基督 他是神所预备的这样一个羔羊 他而且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就是为了要被以色列人定在 或者说被出卖 最终呢 要被罗马人定在十字架上的 当耶稣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以后呢 他也说了 成了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写到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绿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 剩满了处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 占满了处 挡在牛鸡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处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基督他来到之前呢 所有的事情呢 都已经提前写在圣经里了 而这所有的事情呢 包括呢 他如何被定在十字架上 如何死 他死了以后 死之前呢 甚至他要说自己渴了 要有这样的醋呢 给他喝 而当他把这一切都成就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说成了 并且呢 他这个成了呢 也代表了他为我们所成就的 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赎罪的工作 成就了 他要成为世人的羔羊 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 这件事情呢 成就了 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从亚当开始呢 到世上所有人呢 我们在神面前啊 其实呢 都是罪人 我们在神面前都犯了罪 而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 相当于他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羔羊呢 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啊 不光是耶稣基督来之前所有人的罪啊 也包括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所有人的罪 他背负所有的人的罪呢 死在十字架上就成了世人的赎罪的羔羊 成就成了我们的代赎的羔羊 而借着他的死呢 其实我们的罪呢 都得到了赦免 这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 而这也是神在整个圣经当中核心要启示我们的 他的心意是什么 而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我们要明白一点啊 当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 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所有人的罪啊 从第一个人亚当开始到 事实上最后末了要出生的那样一个人呢 所有人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呢 都一次性永远的在十字架上被赦免了 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情 他是世人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 而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 就为所有人可以赎罪呢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 我们要知道当神是 我们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要知道神他是没有实践的 他是过去现在将来呢 都在的一位神 而这样一位神呢 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相当于他过去现在将来 在永恒当中呢 也一次呢 为所有人呢 死在十字架上 而接着这样一次赎罪季呢 我们所有人呢 都可以来到他的救赎当中 我们所有人呢 都因着这样一个赎罪季呢 被赦免 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呢 在救赎当中呢 神已经预备耶稣基督要成为预言 耶稣基督要成为这样的赎罪季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稣基督 耶稣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轻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里说到我们本上每个人呢 如同羊走迷啊 个人偏行几路 我们每个人呢 都按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心意呢 活了这几十年 而当我们这样去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时候 其实神之前呢 已经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谁身上 他身上 这个他呢 就是耶稣基督 在旧约的时候呢 神已经预言说 他要承担我们所有的罪 并且呢 他像羊一样呢 被牵到宰杀之地 像羊一样 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耶稣基督这样被钉在十架上 为我们去成就了这样的赎罪祭 在以色亚书38章第17节也说到 看啊我受大苦 本位使我得平安 您爱我的灵魂 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的罪 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世人的羔羊 出去世人的罪孽 要为所有人死在十架上 这是因为神爱我们人的灵魂 神爱所有人的灵魂 神不愿意看到我们 因着我们的罪 要去到那永远的地狱当中 神救我们脱离那败坏的坑 那个败坏的坑就是地狱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这是谁做的 这是神自己做的 祂主动承担了我们的罪 祂主动为我们而来 来到世上 耶稣基督要这样死在十架上 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而这样一个爱 这样一个爱 让耶稣基督从天上 从祂荣耀的宝座上 来到世上 并且卑微地作为一个人 生活三十多年 最终被世人厌弃而让人 把他钉在十架上 当他死在十架上的时候 他说成了 他成就了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 他也成就了他拯救世人的这样一个工作 他也成就了我们这样一个罪的赎罪祭 而当我们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所为我们去表明的神爱 为了帮助我们去理解 我们看一个视频 我们在三十分钟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아버지 당신이 보고 있는 어둠한 땅에 나의 두 발이 향하길 원해요 나의 마음이 아버지의 마음 알아 내 모든 뜻 아버지의 뜻이 될 수 있기를 나의 온몸이 아버지의 마음 알아 내 모든 삶 당신의 선택이 아버지 당신의 마음이 있는 곳에 나의 마음이 있기를 원해요 아버지 당신의 눈물이 우리 곳에 나의 눈물이 보이길 원해요 아버지 당신이 바라보는 영원에 나의 두 발이 향하길 원해요 아버지 당신이 울고 있는 어둠한 땅에 나의 두 발이 향하길 원해요 나의 마음이 아버지의 마음 알아 내 모든 뜻 아버지의 뜻이 될 수 있기를 나의 온몸이 아버지의 마음 알아 내 모든 뜻 아버지의 뜻이 될 수 있기를 나의 온몸이 아버지의 뜻이 될 수 있기를 원해요 나의 온몸이 아버지의 마음 알아 내 모든 사랑 당신의 선택이 될 수 있기를 내 모든 사랑 당신의 선택이 될 수 있기를 원해요 내 모든 사랑 당신의 선택이 될 수 있기를 원해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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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有机会来到神的国度当中 他愿意拯救人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去显明的 也是神想让所有人都明白的这件事情 神不愿意让罪人去到地狱当中 神愿意人人都悔改 来到他面前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福音 而这样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死 让我们不用死在十架上 他用他的血涂抹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看图片的话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一生要犯很多的罪 而我们将来要犯的罪 也是属于我们的罪 在我们死亡以前 这一切的罪 在耶稣基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 相当是所有的都被他的血给遮盖 所有的人的罪 包括您从出生到将来 所有的罪都要被遮盖 这是我们在福音当中要明白的 并不只是我们过去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将来的罪也已经被赦免了 但不代表我们最后 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将来就可以随便犯罪了 我们明天也会下一次 也会去讲到 为什么我们不要随便去犯罪 而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 福音的真理 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世人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有人的罪都一次性 永远的 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 都被赦免了 如同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 到底十八节所记录的 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 到底十八节 这也说到 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在新约里边 人不需要去杀牛杀羊 而所有的罪孽呢 因着神在十架上已经收纳了这样的赎罪计 我们的罪孽和过犯呢 已经赦免了 在以赛亚书44章的22节说到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神为我们去赎罪这件事情 是他已经完成的 他完成了之后呢 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 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反应 我们需要有一个回馈 或者我们在十字架面前 需要有一个选择 我们要归向他 我们要承认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要相信他被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需要看到我们的罪呢 也因着耶稣基督被赦免了 在以赛亚书43章的25节说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如果去看神 为什么要去赦免人的罪啊 不是因为我们好 而是因为神的爱 神他因为是爱 他不能承受 我们所有人都走向地狱的 这样一个结局 如同这样一个父亲一样 他不认识那一群火车的人 但是呢 他不愿意看到这所有的人呢 所有的人呢 都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死去 所以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呢 去拯救这所有的人 而同样 神呢 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涂抹我们的过犯 神呢 不愿意纪念我们的罪恶 但这样的罪恶要有代价的 神呢 说到罪的公价乃是死 并且呢 罪呢 一定要迎着有这样的审判 要去显在这样的一个罪人身上 但是呢 神不愿意让这样的罪呢 我们每个人承担 让耶稣基督承担这一切 所以罗马书五章的第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圣经当中核心的一个真理 这是圣经当中 想让所有人去明白的 神的福音 当一个人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得到永生 人来到神面前 要明白神是爱我们的 神不是为了审判我们 而要明白律法的 神是为了我们明白 祂是公义的 祂是一个审判的主 祂一定要审判罪 祂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永远罪 但是呢 祂把这样的审判呢 不降在我们身上 降在祂的儿子身上 所以呢 祂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而照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一切相信祂的 没有任何的条件 一切相信祂的 不管是谁啊 只要来到基督面前 相信耶稣基督 为我所做的事情 不管我们过去 有怎样的人生 不管我们过去 有怎么样的不辞 也不管我们过去 到底有多么的意义 多么的好 只要我们来到基督面前 我们都在祂里边 因着信祂而得到这样的永生 这样的永生 是神借着信心要赐给我们的 而这样一个祝福呢 也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接受 就可以领导我们 当一个人得到礼物的时候 得到礼物的时候要说什么 谢谢啊 还需要把钱包拿出来 付一点钱吗 很多人老是想 我该怎么样去买救恩呢 我该怎么样去买天国的门票 需要吗 你相信就好了 在神的恩典当中的神 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 神所要求的呢 就是我们的信 如果我们去打开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可以往下看 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内容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十七节和十八节 这里说到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审判而来 他虽然是审判的主 但他不是为了审判而来的 他是为了拯救而来的 而信他的人呢 就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呢 罪就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不信 因为他不信而被定罪 并不是因为他的罪啊 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罪呢 都在耶稣基督死在十七节上的说 其实都已经被赦免了 而当我们来到十七节面前 相信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个 有可能有可能被定罪的事情也被拿走了 就是我们的信就让我们不被定罪 而如果我们不信呢 一个人在十七节面前 还是不明白 不相信的时候啊 这样一个不信的罪呢 就让我们被定罪 说到底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人呢 去到地狱不是因为他的罪 而是因为他的不信 因着不信呢 人要面对这样一个审判 而我们在神面前 如果希望的话 这样一个救恩 或者说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方法 简单不简单啊 神的要求高吗 只需要我们信啊 哇 很多人说这太简单了吧 觉得 我之前觉得那么难的信件 怎么一下子就这么简单了呢 大家知道吗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 都是越重要的事情 其实呢 越是简单的我们去得到的 可能我们要得到一份工作的话 需要努力啊 需要预备学习 然后可能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工作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比工作更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们的生命啊 大家出生的时候 努力了没有啊 预备了没有啊 学习了没有啊 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就出生了 一个孩子出生了 说太简单了 我就这样来到世上了 甚至有些人觉得 还有点抱怨 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里 因为有这样的人 但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这样的生命呢 是人没有任何的努力啊 白白得到的 但谁辛苦啊 妈妈辛苦啊 而谁又赐给父母这样一个能力 去生育呢 神 神预备人有这样一个能力啊 所以人就出生了 生命我们得到的时候很简单 不光生命我们得到很简单 我们的呼吸 空气我们也不用花钱 天上这样的雨我们也不用花钱 很多呢 神都是白白给我们的 我们说居住着这样一个地球 那我们也不用花钱啊 我们出生就来到这里 就有这所有的一切的条件 这一切呢 都是我们必要 一定要有的 如同我们的救恩 神用简单的方式 为了让所有人呢 都可以来到这样一个恩典当中 神的福音呢 不是为了一部分人 不是为了一些聪明的人 不是为了一些有能力的人 而是所有的人 所以神的福音呢 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低啊 如果神的公义的标准 是非常非常高 没有人可以达到 而神这样一个福音的要求 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 所有人只要在福音面前 都可以相信 只要看到实际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这就是神的恩典 如同罗马说的六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没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罪本来要让我们经过死亡的 但是呢 因着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 这是神的恩典 这也是我们需要再 回头看啊 在之前我们说到 留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做这样一个皮 给亚当夏娃啊 我想这样一个皮呢 是神杀了一个动物 这样一个动物 他的死呢 就相当于去代替了亚当夏娃 他们的罪 而他们呢 在神面前啊 神给他们做了一个遮盖 神为他们做的遮盖呢 比他们用无花果树所做的这样的遮盖 要好多了啊 这样一个遮盖呢 也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啊 最后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到 你们受洗鬼舞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我们借着信心来到基督里得救的人 都是受洗鬼舞基督的 我们都也是在基督里啊 披带基督了 基督就是为我们死的这样的羔羊 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 我们就得救了 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十节说到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向新郎配戴上华罐 又向新妇装戴装饰 我因耶和华 我们因为神而大大欢喜啊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不是我们做的够好 不是我们配得这样的祝福啊 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是靠神而快乐的人 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这样一个拯救 他以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啊 是他要给我们披上 他要以公义为袍呢 给我们披上 他要装饰我们 他要做这一切的事情 这不是人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虽然我们原来是罪人 但是呢 当我们认识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信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来到了神的恩典当中 就相当于神拯救我们 脱离那样的地狱的刑罚 如果我们每个人原来都像 坐在亚当这辆车上 走向地狱的话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 就相当于我们换车了啊 另外一个方向啊 耶稣号啊 我们要走到哪里啊 耶稣要带我们呢 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 而耶稣 当我们信的时候啊 就来到了耶稣的恩典当中 当我们信的时候啊 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福音的时候啊 我们就来到了耶稣号 而耶稣呢 要把我们带上 带到神的国度当中 并且呢 罗马书五章的第十八节说到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 如果因一次的过犯 是亚当他的过犯 他一次犯罪了 我们所有人都成了罪人 都被定罪了 我们有时候很无奈啊 想一想 好像全怪亚当 但是如果全然的话 神呢 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亚当 第二个亚当呢 就是耶稣基督了 因一次的异行 耶稣基督 他一次的异行呢 众人呢 被称义得生命了 神的要求 搞不搞啊 不搞啊 神就是让我们 因着信呢 而来到他的生命当中 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到第三节到第四节 把福音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三节到第四节说到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 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这就是福音 如果这句话 耶稣基督呢 照着圣经所说 为我们死了 死在十架上 并且呢 他第三天复活 他的复活呢 为我们而称义 耶稣基督 他的复活 再告诉我们 他所献的赎罪祭 这样一个赎罪的工作 完成了 他才能复活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他不复活的话 他应该罪死了的话 这个罪的赎罪祭 完成了没有啊 我们不知道 但是因为他的复活 他有罪吗 因为复活呢 就告诉我们 他是来到神面前啊 他没有罪了 这所有的罪呢 他借着他的死呢 在实际上 已经偿还了 我们之前说到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啊 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说一个人呢 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啊 相对来说啊 有比较好的人 还要生最好的人 而在另外一种方法的话 去看的话 人有身份上的区别 我们有中国人 德国人 有韩国人 不同的身份 而身份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是更中国人 没有这样的人啊 而这在圣经里边 其实也是定义 我们每个人 在神面前的状态 我们要不是罪人 要不是义人 没有更好的义人 没有更坏的罪人啊 只有这两种人 而在罪人和义人 这样一个身份事情上 去看的话 这跟状态是没有关系的 而如果去办法的话 一个坏人 要变成好人 他需要干什么 他需要什么 好的行为啊 做好事情 一个坏人呢 他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会不会啊 会的啊 一个坏人呢 可能做了很多坏事 但他突然改过了 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他变成一个好人了 靠什么啊 好的行为 但是一个罪人 如何变成义人呢 很多人说 我要好好做 我要做善事 不对啊 如何变成一个罪人 变成一个义人 这是身份的改变啊 身份的改变 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吗 一个人过得再好 他不能说 我从中国人变成德国人 从德国人变成中国人 这个跟这个人的努力 其实没有关系啊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出生的时候 就决定了一些东西 而当然和国籍 还有不同的方法去变啊 但如果想说 罪人变义人 怎么变啊 只是信 很简单啊 相信 相信在十字架上 被我拯救我的基督 我们因信称义 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呢 神也赐给我们家一个权柄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2节 到底13节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种人不是从血迹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说到接待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耶稣基督拯救之名 耶稣基督的意思啊 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啊 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而信他是拯救我的主 信他是我的拯救啊 我们因着这样一个信呢 就得到一个权柄 我们每个人啊 得到一个权柄呢 就是从义人啊 就从恶人啊 或者从罪人啊 就变成了义人 也是得到一个权柄 就是从 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 可以说是从血气 情欲和仁义生的啊 就变成了从神生的 变成了神的儿女 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 这样一个信的人的 这样一个恩典 我们之前说到 我们所有的人啊 即使在我们当中 所有的基督徒啊 木道友啊 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 其实原来都是罪人 而为什么基督徒说 他可以去天国啊 并不是他做得好啊 他生活当中还不完全 但是呢 我也一样 不光是他 我也一样 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不完全 都会有各样的 这样的软弱 但是呢 我们得救的人和 不明白福音的本质的区别 就在什么 信 我们相信 因着信 我们接纳了耶稣基督 是我的拯救 所以呢 我就成了神儿女 由同加拉大书 三章的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说到 三章二十六节啊 对不起啊 三章二十六节说 所以你们因信耶稣 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啊 因着信 而不是因着行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呢 都需要去明白的 如果去看看 神借着我们信 而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 我们每个人呢 生活当中 我们的信 其实很重要 我们相信什么 直接决定了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侧面 比如说我们相信 我们坐在这里 这个上面的这个房顶 不会掉下来 我们才会安心地坐在这里 如果大家不相信呢 肯定就想外往外跑了 是吧 我们相信我们开车出门 是不会说那么容易出事啊 这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偶尔偶尔会会有这样的难 可能出车祸啊 所以我们才能大胆地开车 否则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信的话 我们会非常非常惧怕 甚至不敢开车了 有很多人呢 不敢开车 可能学家教导说 我们要好好学 一下子出了个车祸 之后再也不敢开车了 为什么 他不相信自己可以开车 他不敢相信自己开车不出问题 所以人呢 就生活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而一个人呢 来到福音面前 就是相信 只需要信啊 就可以来到神的恩典当中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翻译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五章的第24节 五章的第24节 25节 约翰福音五章的第24节 25节 约翰福音五章的第24节 25节 这里说到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财物来者的救用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使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 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就要火了 这里说在耶稣基督呢 说实实在在地告诉 当耶稣基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 这是一个强调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听并且信 这样的人呢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使入生了 当我们信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将要得永生 当我们信的时候 现在就有永生了 大家知道吗 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 将得到永生 我们信的时候 就已经出使入生了 就已经没有这样的审判了 而是说我们就有永生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全民都在谁哪里啊 都在耶稣的耶稣那里 因为他是生命的主 他决定了我们 生命的这样一个最终的命运 而信他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并且呢 他活着 信他的人呢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信吗 你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架上 你信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吗 你信的时候 你真的心里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得救了 你就没有罪了 你就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了 你就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子了 这是神 给我们订取 借着信 只是借着信 不是我们的行为 而当一个信的人 要不要有行为啊 那是一个生命之后 要慢慢体现出来一个好的 这样一个果效 这是一个生命之后 要有的这样一个好的行为 并不是要借着好行为 去得救啊 如果这样的话 一个人呢 不能靠自己努力去天国 如同一个人 不能靠自己努力上天一样 我们不能这样努力走上天 再努力也没有用啊 没有这个能力 神没有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翅膀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飞上天 但是我们借着媒介 我们甚至坐飞机可以飞上天 如同我们要来到天国的话 需要认识一个媒介就是耶稣 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里 只要来到他里边 我们就可以去天国 不是说我们来决定的 这是神预备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救恩 我们相信的时候啊 就来到基督里 我们信基督呢 就得到这样一个应许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并且呢 在以佛所书的第一章 以佛所书的第一章 十三节十四节说到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里说到我们人呢 听到真理的道 这样一个真理的道呢 就是神要让我们所明白的 这个得救的福音 一个人呢 来到教会里 如果不听到真理的道 不明白得救的福音的话 也不能正确的信基督 而一个人真的来到教会里 并且听到得救的福音的话 他信的时候啊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神就赐给人一个印记 这样的印记呢 是圣灵 是神自己啊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这样一些三位一体的神呢 他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啊 神就派遣圣灵来到我们里边 而圣灵呢 他成为我们的印记 而这个印记呢 在别的翻译版本里啊 包括德语啊 英语啊 这个印记被翻译的说是一个字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也跟另外翻译 中文的翻译版本里也写到了啊 我们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就是字 这是一个抵押物 如果我们去买房子 贷款的时候 说需要抵押什么 抵押房子本身啊 并且呢 这个房子价格呢 他要远远大过我们贷款的这个数额 我们才能得到这个贷款啊 如果房子的价格不大于贷款的这个额度的话 我们不会得到贷款啊 是吧 我们都需要有首付啊 而这样的质 这样一个抵押物 它的价值呢 那是远远大过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应许的 神呢 把他自己啊 神自己呢 给了我们 然后说 我要让你得到我的生命 得到那天国的荣耀 得到那样永远的生命 那这是神呢 清晰的 借着这样一个质 让我们知道这是确实的 借着这样一个担保啊 让我们知道这不是假的 让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神的应许 很多人呢 我们看到 或者我们真的知道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啊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得救的确信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真实 但是呢 我们得到这个质的时候啊 得到这样一个圣灵为印记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了 我们可能信的时候 期待着一种特殊的一个感觉要领到我们 可能有些人等 我如果信了 有这样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感觉 就像闪电一样 插打我一下 有这样一个被激动的感觉 那我得救了 那我得到圣灵了 是这样吗 不是啊 当我们信的时候啊 神就让这样一个圣灵啊 其实呢 轻轻地来到我们里边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神没有说要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啊 而只是说他要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 而圣灵的工作像鸽子一样 我们知道耶稣一度受洗的时候啊 圣灵如鸽子一样呢 降到他的身上 这样一个鸽子呢 代表了温柔 这样一个安静 而圣灵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能信的同时啊 没有任何的感触 没有这样一个感动 没有特殊的这样一个反应 不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啊 这是正常的 而每个人呢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啊 圣灵呢 就成为我们的印记 并且呢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 这样一个凭据啊 就同志一样 只等到神之名背熟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直到那一天啊 直到神 让耶稣基督接我们 来到他面前的那一天 直到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一天啊 我们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但是呢 神给我们的应许呢 是真实的 并且呢 每个相信神的人呢 神都应许 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啊 神都应许给我们 这样一个完全的救恩 我们再看一下以佛所书啊 以佛所书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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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圣经 以佛所书的第二章 第八节 第九节 以佛所书的第二章的 第八节 第九节 这里说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一个人得救是本乎恩 这是神的恩典 也因着信 也是因着我们相信啊 我们信的时候呢 这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我们想得救就可以得救的啊 乃是神所赐的 这是神要完成的事情啊 神做好了赐给我们 也不是出于行为 不是我们做得好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配得去天国啊 没有一个人在天国门口的时候 可以说 神啊 我不去天国 谁去天国 或者说 你看我多少好的行为啊 我做了多少的善事 我盖了多少教会 我在教会里 侍奉了多少时间 这一切都不能成为 人去天国的这样一个理由 而人去天国唯一一个理由啊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 没有别的理由啊 我们没有罪而去天国 并不是我们做得好而去天国 因着耶稣基督 为我死在十架上 我们的信心呢 让我们身份发生了改变 我们从这样一个罪人的身份呢 就变成了一个义人的身份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并且呢 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啊 我们在心底里呢 会明白 哦 神真的是爱我的 神不纪念我一切的罪 神不纪念您一切的罪 神爱我 神也爱着您 也神也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来到他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 明白他的爱 约翰一书的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说到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边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据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我们先知道 然后相信 我们先看到明白福音 然后相信福音 然后就知道 神就是爱 他本身就是爱 他除了公义 就是慈爱 当我们来到神的慈爱面前的时候 就是借着福音去认识神的慈爱的 而住在爱里边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与我们就联合了 我们之前说到 我们每个人要认识神 祂是真实的 并且需要与祂去建立一个关系 因为祂是生命的主 而如何与生命的主去建立关系 我们明白祂的爱 相信祂是爱我的 我们与祂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 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就住在祂里边 祂也住在我们里边 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爱就完全了 住在我们里边 这个爱对很多人来说不完全 为什么 因为他还惧怕 什么样的人会惧怕 虽然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架上了 但你能去天国吗 不知道 我做得还不够好吧 有些人说 你如果说可以去天国 这个人是不是太骄傲了 你已经足够可以去天国了吗 太骄傲了 这样的人他的心所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人一定要努力 做好了才可以去天国 是吧 靠着行为去天国 这是危险的 这样的人呢 做得好的时候有 但是做得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惧怕 犯了罪了 就会小呀 前两天还可以去天国 这两天就去不了天国了 是吧 这样的人呢 不明白真正的福音 而真正的福音呢 是耶稣基督已经 死在十架上 我过去现在将来说的罪呢 都一次性永远的被赦免了 我们在这样一个完全的爱当中的坦然无惧 而这样一个爱呢 就让我们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处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是有刑法的 而这样一个刑法呢 这样一个惧怕的心呢 就让我们可以说 看到自己呢 还没有真正接受神的爱 一个人真正有去天国的盼望 有去天国的这样一个心 这不是人的骄傲 这是借着神的恩典 这是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就有的 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 要知道什么 我可以去天国 我有永生 并且呢 这一切都是白白赐给我的 没有花 一分自己的努力 这是我的信 让我得救了 我们如果再看一下约翰一书 看一下约翰一书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三节 约翰一书五章的第十三节 这里说到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 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说得很清楚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借着信心就可以得到这样永生的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借着我们的行为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还是觉得 信了以后就不需要行为吗 我们明天啊 下次的时候我们会讲 行为和我们信心的一种关系 而我们每个人呢 一定要明白的一点 福音核心的真理呢 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都永生 我们要明白福音的话 一定要来到十字架面前 我们要站在十字架面前去看 十字架上耶稣基督 为我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十字架面前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恩典 在十字架面前呢 我们就要看到神的拯救 耶稣神 祂是我的拯救 也是您的拯救 我们每个人呢 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而要来到这样的拯救当中 就可以明白神的爱 就可以得到那天国的福分 就可以得到那永生的祝福 而在今天我们一起就看到的 以弗洛福一章的第七节说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能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是神极丰富的恩典 这是神要借着信 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 我们每个人呢 要在这样一个恩典当中呢 真的明白 并且相信他 而这样一个福音呢 非常清楚地歧视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来到这样一个福音当中 让我们借着信而没有惧怕 借着信心而完全 因为神的恩典是丰富的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也不靠着我们做什么 神 祂是我们拯救的主 我们相信祂 来到祂的拯救当中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结束今天话语的时间 爱着我们的神 感谢你 我们何等的卑励 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 原本是这样的罪人 但是神也应征你的慈爱和怜悯 你愿意拯救我们的这样的罪人 脱离那永远的心法和诅咒 我们在你里边 看到神所预备 给我们这样的福音 我们也相信 我们愿意来到神 你的祝福当中 我们也借着简单的 这样一个信心 也成为神你的儿女 也真正借着这样一个信 在你里边 有永生所盼望 我真的感谢你 让这样的一个福音 赐给我们 也让我们白白的 可以得到这一切 我们在你里边 只是谦卑地仰望神 你所做的事情 我们愿意把荣耀 赞美 感谢都归给你 你求神 能够拯救我们当中 所有听你话语的 这样的灵魂 让我们没有一个人 不明白这样宝贵的福音 也让你得到 这样的荣耀 真的求神 你借我们每个人心里工作 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 你这样诺大的恩典 也真的求神 也继续带领我们 在明白福音之后 有一个恰当的生活 也让我们在神 你的恩典当中 看到神 你的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不光 在身份上 成为神你的儿子 也在生活上 真的配得 这样儿子的名分 真的求神 也应当我们的心 也让我们在 下次的聚会当中 更多地认识神你的爱 看到神 你的心意 也最终成为神 所爱的这样的儿女 也在神 你永远的 永远的国度当中 有份 祷告 奉主基督耶稣的圣明 祈求 阿们